Hello 大家好 又繼續回到特別編Red 這次應該是第三集 上集講到打完Holic救回奇異種子 然後我們出發的旅程 亦都跟Mark道別了 現在的劇情應該是去救援代獸 代龍 OK 誰呢? 萊萊美? 終於趕上很高興見到我叫萊萊美 我是大木博士的孫女 大木博士的孫女就是小某的姐姐 我也不知道 竟然有孫女 我爺忘了給你精靈球 他太健忘了 精靈球S 多謝你幫我爺爺做研究 他在這裡變老 不可以像你一樣旅行 所以你同意幫他收集很感激 會受見 這裡的小某應該叫小鹿 嗯 這個是常盤森林 不不不 這個是叫做利... 常盤森林 常盤森林 多謝我們來找精靈吧 火伴 玻璃 嘩 怎麼了 你OK吧 所以這個蚊香花有主人 可惡 我們攻擊他的時候還以為野生精靈 是 你既然敢對我的蚊香花出手你會付出代價 什麼事 帶龍出來 我一直在等你 你一直在考驗我的耐心 但現在你是我的小某的攻擊 一旦我贏了就可以把他的數據放入圖鑑 要贏了才有數據 那他是精靈圖鑑 嗯 他也有一個圖鑑 嘩 有什麼好笑 我爺爺告訴我爹他把圖鑑給了其他人猜不到 竟然是你 哈哈哈 哈哈哈 這一個大某博士是這一個 我不知道為何會給你一個圖鑑 不過不要緊 我教你用了 最後一擊 應該可以 你是我的了 嗯 所以小火的攻擊還未夠 再攻擊吧小火龍 有問題 他的力量打飛了一個精靈球 但是他不攻擊 難道保護了什麼 他的袋裡面有什麼 好 想到了 是一輩子的代落 停止攻擊 你職力我啊 不要以為你可以搶走他 嘩 這是什麼字 停止你攻擊小火龍 敏亮話 撞小火龍 你搞什麼啊 可不可以走掉了 你會付出代價 小火龍我們有新目標了 正蠢在想贏 一的水槽噴死你啦 小火龍 急凍光時 這一招是相當有用的 我們不要泡沫 對啦 不要泡沫 飛天堂瓦 急凍光線 急凍 急凍 嘩 竟然輸給你 撞擊 喂 不是吧 輸 嘩 他還在附近 我們先結束比賽 不是吧 竟然輸給他 剛巧被他爆擊了嘛 現在要找代龍了嘛 Catching 當然是 我帶他在這邊 是不是這裡 這裡 沒事的 這個沒事的 這個沒事的很明顯 就是之前 是不是拍 拍這個初代版的時候 無印片的時候的那個什麼 對啦 應該遲啦 大鑑和鐵甲蓉 好厲害喔 急凍光線 開始有點難打了 因為呢 我水系和這個 總之草系 好難搞的 為什麼沒有麻痺粉 是不是沒有 激凍光線再撞擊 連環巴掌就不學啦 八十命還太低了 拍擊吧 這裡 蘑菇蟹就冰了 然後拍擊 不要啊 會不會太厲害 哇 不是吧 蘑菇蟹打死了我 會不會太厲害 是你啦 好 完美 完美打贏了 這邊去哪裡 中毒 這個是一些小貼 這個是什麼 我在這裡炸這個果實 我記得之前都有 好像可以給果實給他 我記得之前 這隻 換一換蟲 因為降了速度 把他碟 撞他 嘩 替身 嘩 不是吧 你竟然 過分了 你把他碟 把他碟用替身是這個 什麼 就是 比較主流的玩法 那隻代龍去了哪裡 不可以進去 好 我就是這個環境的學者 我正在檢測水的PH值 好 有PH值的 那時候 不過這些都可能 就是 鑿出來 他不在哪裡 我看見到一個代龍 原來在這裡 原來在這個位置 這位是我們來幫忙的 嘩 攻擊 這個15 催眠的 我 催眠的 急凍光線 好像只有一招 水槍 搞定 我知道 你這個 孩子受了傷 非常感激 因為你 我失去了機會 所以這就是 你之前沒有反擊的原因 如果小火王的火苗 擊中了這個 就麻煩了 等等 你幹什麼 那個 我之前見過的症狀 那個 一定是中毒 什麼 如果你不快 治好這個中毒 你可能捱不住 我要去精靈物解毒 你瘋了什麼 他是精靈 不可以是消化藥物 只是小朋友 難道你不懂 我們要找 塗塗果 塗塗果 可以依這個毒素 我們到處找一下 這個位置都很難找 其實 有點遠 這裡 然後果實 你好 為什麼你不帶上一個 塗塗果 OK 他給了一個 我們 就可以去解決小火龍 不是 代龍 代龍 好 好 給了這個 圖塗果 你兒子一定會很好 感覺 搞定 哈 你兒子當然很好 如果你不是 過早哥 我早應該捉住他 帶精靈中心回血 哦 達拉至你 厲害 你知道如果你的對手 處於不理 那並不是真正的勝利 蛤 免得你 我走了 你叫什麼名字 你不要妨礙我 我叫精錄 嘩 為什麼要這樣害羞 好了 成功救治了代龍 但是代龍 完全沒有意思 有些補答 給我們些什麼 我們 我們不求 不求這個代龍 跟著 就是跟著我去冒險 但是 起碼帶一點點的物品 嗯 為什麼PH值呢 突然升高 什麼 嘩 被人太大了 哇 圖塗果夠了 什麼來的那個 啊 嘩 這裡的照片很棒 這麼小的尺 嘩 什麼來的那個是 有什麼咬我 嘩 哈哈 被人咬很恐怖 在泳池裡被人 不要說泳池 是在海灘裡 請教代龍篇 結束 電器鼠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電器鼠是什麼 這個穿黑群的女生 被我進化石 她告訴我 如果把這個石頭 融在我大岩射上 她就會進化 我不想進化 這個石給你 連接石是什麼 蛤 咦 可以讓香蛙進化 等等 等等 為什麼可以讓香蛙融 什麼鬼 進化牛蛙軍 對 真的 我不想進牛蛙軍 不在這裡 哇 很大 怎麼會那麼遠 停下 要重新打 過 好 現在看到 這個 比卡超在這裡 可以把你逼得走投無路 這個 害蟲這個 最後一次偷我們的東西 啊 啊 這樣害蟲又走了 笑死我了 神經靈去了哪裡 好的 我們現在要捉電器鼠 不要 我們先去回血 很害怕死 我不想再走過 嗯 回好了 OK 我們不是兄弟 這麼像樣子都不是兄弟 說謊 這裡有什麼族 倒鼠 綠 綠毛蟲 欸 有些地鼠 這條路可以通過 對 這條路可以通過 就不一定走上門森林 OK 其實 這條路都想得多周到 好 這個 皮卡 哇 你這老鼠怎麼偷我的東西 皮卡 給我回來 這邊是你 不是我路過 原來那隻是皮卡 又比卡超 好抱怨 打擾你 比卡超一直偷我們的東西 已經令人嚴煩 為何幫忙 將我的職力處理它 讓我處理它 做低它 好 多收拾一下 虧死人又出事 好像剛才 在哪裡 看它在哪裡 看它在哪裡 不是 看它在哪裡 看它在哪裡 我看到了 這裡 環環的電力鼠 你是我的 就決定是你 奇異總子 接著了一隻 蚊香軍 蚊香 哇 電磁波 忌生總子 好像不是很好 忌生總子 不過不重要 叫聲 再叫聲 它加速特性 正 這隻 這隻用精靈頭 嘩 不行 它不可以用精靈頭 這隻 這隻 回來啦 忌中之 收復了 搞定 要改什麼 不用了 比卡 嘩 不行 加防減攻 完全不接受 這隻 太差 OK 可以給好一點嗎 這隻OK 加攻減特防 因為比卡超是死了 所以 加攻減特防 是一個不錯的技能 都接受了 OK 不要這麼固執 我們試試做朋友 OK 看起來很可愛 但是你有點不頑 你不用激動 冷靜一點 你這樣四處 玩來玩去 永遠都無法完成你的精靈圖鑑 有你做我的對手 我感到很失望 很羞愧 你什麼意思 你將你的戰鬥沒有意義 但受死速度的朋友 我告訴你一件事 這個城市的導管管主小剛 找一個合格的人來對抗他 我打算挑戰一下他 並獲得灰色徽章 你不知道嗎 灰色徽章可以提供精靈的攻擊力 每個精靈訓練家都知道這件事 好抱歉 沒有溫習 所以這一個我對你的挑戰 讓我們先看看誰可以贏得灰色徽章 當然如果你連訓練一隻電力的精靈都不懂 應該都不會是什麼大的挑戰 我會接受的 你會後悔 還有一件事 小剛專攻岩石系職靈 你的老鼠應該對他沒什麼用 拜拜 好串 電力編章結束 章節五灰色徽章 也就是小剛的導管 好 但今集時間差不多 玩了這麼多 我們下集就繼續回小剛劇情 好 今天玩了兩個片章 這一集玩了兩個片章 好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這個頻道 不斷更新這個特別編位的影片 我大概會玩到最新的劇情 到時都會有支線 支線都會錄給大家看 OK 下集再見